这些文物全部出自青海写位一号大墓 嫌犯大胆盗走四百多件珍贵的文物 被列为A级逃犯 警方追踪了三个月 嫌犯终于落网 被盗的墓大有来头 它是青海都兰墓群中最壮观的一个 是唐代早期吐鲁魂皇室墓葬 藏有很多宝物 从正面看像一个金字 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但在当地藏族人之间流传着不吉利的传说 认为它是个有妖怪的高楼 被称为九层妖塔 它这个是一米多的石墙 加一层原木这样 再玩了又是一米多的石墙 又是一层原木 据当地藏民传说 这样的结构在大墓中共有九层 因此这座堂墓又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楼 专家说修建这样的大墓需要一万人 至少耗时一年以上 光是修建就如此耗费人力 可以想象里面有多少宝藏 大陆亡灵古墓经常成为盗墓贼下手的目标 去年在商鞅变法的发生地 陕西西安丽阳城遗址 就有三名盗贼潜入遭警方抓获 主要缴获的就是这个 就是前汉代的瓦当 以及高规格宫殿的用砖 他们偷盗的文物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大陆偷盗贩卖文物最重可处以死刑 但因获利丰厚 不少人铤而走险 一度盗墓猖獗 但近年大陆加强守护古墓 已经使不少盗墓贼却步 记者戴综综合报道